习近平今天上午在海南省博敖 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博敖亚洲论坛年会 并新当选论坛理事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和新当选论坛理事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无作动 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 习近平祝贺他们当选新一届论坛理事长李氏 表示赞赏他们一直重视和关心亚洲区域合作 认为他们加入论坛理事会 必将扩大论坛代表性 增强论坛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相信在新一届理事会共同努力下 论坛将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 和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合作 发挥更大作用 在会见无作动时 习近平表示中心关系发展顺利 去年胡锦涛主席对贵国成功的国事访问 为中心关系注入了强大动力 新加坡是最早参与和支持 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家之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借鉴了不少新加坡的友谊经验 中心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16年来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资政先生亲自倡议建立的天津生态城项目 启动一年多来进展顺利 成为中心合作的又一亮点 今年是中心建交20周年 双方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中方愿以此为契机 与新方一道推动中心关系再上新台阶 我们也愿同新方加强在新形势下 就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协调与合作 为亚洲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吴作动表示 完全同意习近平对两国关系发展的评价和主张 他表示展望未来 两国关系将会更加密切 他说很荣幸当选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理事 愿为论坛发展竭尽全力 推动论坛成为代表亚洲和新兴经济体 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场所 以亚洲的视角 对世界事务 包括人民币汇率 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发出亚洲的声音 会见巴达韦时 习近平说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亲密友好邻邦 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建交36年来 中马传统友谊不断加强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当前中马关系已步入健康 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 特别是去年 两国领导人成功互访 签署了战略合作行动计划等多项合作文件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马都是亚洲重要的发展中国家 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深化两国战略合作 有利于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们愿与马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推动中马战略合作 不断迈上新台阶 巴达韦表示 很高兴再次来到中国 并当选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理事 他说当前马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是并将一直是 马来西亚的重要战略伙伴 马方愿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的战略经济关系 提升双方合作层次 他说博鳌亚洲论坛 近年来在地区和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 相信论坛会按照自身的战略和风格发展下去 前景会更加广阔 在会见鲍尔森时 习近平说 中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 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方面 中美两国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愿与美方共同努力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加强各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积极合作全面的轨道 向前发展 习近平还深入阐述了中方在中美经贸关系 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期待鲍尔森继续发挥影响力 推动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领域 加强对话与合作 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鲍尔森说 很高兴卸任财长职务后 第一次来中国 并当选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这也是我卸任后 接受的第一个国际职务 这将使我有机会经常到中国 我一直关注美中关系 关注亚洲 我虽然卸任 但我将不断提醒人们 美中关系非常重要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 有利于美保持低通胀率 扩大消费者的选择 美中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我愿通过博鳌亚洲论坛等渠道 为美中加强友好合作关系 做出自己的贡献 习近平在会见福田康夫时 积极评价他担任首相期间 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 迎春之旅访问 同胡锦涛主席 签署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说 去年年末 我对日本的访问受到热情接待 目前日本各界都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希望通过加强对华交流与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愿望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出现 重要变革调整的大背景下 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中方愿同日本各界一道 抓住有利时机 加大对两国关系的战略投入 不断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涵 提升两国关系发展水平 福田康夫说 当前日中关系发展良好 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当前世界局势正处在 战后最为复杂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 博鳌亚洲论坛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 我荣幸当选为论坛新一届理事长 深感责任重大 我愿与各方紧密合作 为论坛发展竭尽全力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 将于明天上午举行开幕大会 目前来自